时间尽头的遗留者宫殿被一生河东湿吼挣得两刀瓦碎 雷尔万万没想到征服者康居然这么扎这么谢 时间小姐声派雷尔的肝火不够忘 还用放电影的形式让他身临其境地接触真相 正如洛基在时间溜托中发掘的线索 自称不加寡人的征服者康并不孤独 雷尔曾是他的左膀右臂 为他四处蒸发 打赢多元宇宙战争建立PVA 可谓功高盖主 康许诺要和雷尔平分权力 一起守护时间尽头的乌托邦 结果扎康人前说尽甜言蜜语 转身就让时间小姐抹去雷尔的记忆 独享了胜利果实 扎康不仅被刺功成 还让他一直为自己打工 这般一家就是几千年主打一个白嫖到死 真相就像财星 使雷尔的野心之火越烧越旺 扎康这个奸诈小人都能窃居大卫 那他为何不能自立为王 时间小姐也是这个意思 他们一拍即合继续阴谋活动 维克多被请到TVA 看着这个他以后将会建立 现在已在眼前的机构 这位发明家只觉得身处云里梦里 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 可眼下最缺的就是时间 枢纽随时都可能崩溃 这种要命的时候 B15还在纠结如何处置达斯派 按照TVA以往的做法 叛徒直接删除 简单又粗暴 充分贯彻视员工为工具 用完就丢的企业理念 但问题是 达斯和他的追随者 真的是叛徒吗 他们本质上是想保护TVA 而破坏时间分支 是TVA过去一贯的做法 只不过在如今新思潮的冲击下 这种做法被扣上了极端主义帽子罢了 干部法官让B15去劝说达斯派 大家求同存异 统一思想 不要搞内部分化 B15向达斯传达了法官的统战思想 眼看着达斯就要被说动 一直鼓动欲有造反的X5坐不住了 他跳起来说 B15灭黑心狠 不值得信任 肯定想先利用他们在血磨杀驴 没人听X5瞎扯 大家都是多年的同事 对彼此的人品之根之底 B15为人非常正直 他的话靠得住 不用怀疑 至于鼓吹造反的X5 无非是想回到时间线上 继续当大明星 B15给了达斯几天时间考虑 不料就在这段时间里闹出了大事 有时间小姐的协助 雷尔能轻易渗透TVA 他想拉拢达斯派来对付B15派 承诺只要帮他夺权 事成后 大家都能在时间线上获得理想的人生 达斯将军陷入了犹豫 时间小姐等得不耐烦 兴冲冲地打开了刑具 雷尔没有制止 糊涂一辈子的达斯将军忽然就清醒了 眼前不过是又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罢了 戴着伪善的面具 满脑子顺罗者昌 逆罗者亡 最后 达斯将军和他忠实的属下们 被不断缩小的时间立方体压成肉酱 死状奇惨无比 只有X5当墙头草保住了小面 维修部里 两位科研大佬展开了历史新会晤 维克多心高气傲从不跟人合作 唯独钦佩阿威艺人 毕竟改编他人生的TVA手册 正是阿威编写的 奇妙的是 阿威能编写TVA手册 全靠维克多留下的科学成果 两人在时间之环里互相成就 奔线后更是心心相惜 护药签名 追进TVA当监工的希尔薇 赶忙提醒这两个脱线的家伙 拯救世界要紧阿威 阿威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首先派艺人携带吞吐量增幅器进入防爆门 用通道镜头的发射器设向枢纽 扩大枢纽接入环的直径 好让更多的时间执走通过 不过眼下的问题有二 即使通道太长 防时间辐射幅支撑不了太久 这位特派维修员的速度必须要快 洛基的1米8大长腿可以派上用场了 第二个问题是 枢纽的时间衰减速度 超过了阿威设计的吞吐量增幅器 能处理的吞吐量 关键一球来到了维克多脚下 他上级特意带走的所谓巅峰杰作 正好可以升级吞吐量增幅器 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维克多和阿威通力投作 争分夺秒攻克技术难关 两位洛基只会打打杀杀 搞不懂理工大佬的技术活 只好退出维修部耐心等 老莫馋饮发作 说干等不是办法 咱们去吃个派吧 这话一出口 希尔维当场炸猫 都这种时候了 随时有时间分支消失 老莫却还想着吃 是不是在他的心里 这不过又是一个充满麻烦的工作日 上班就混 下班就溜 时间分支 不过是屏幕上显示的虚线 哪怕他知道自己曾经的人生 就藏在某条时间分支里 也不愿去寻找 去牵挂 希尔维的话不是针对老莫 在他看来 所有TVA探员都是这样麻木不仁 老莫被他怼得哑口无言 他不过是想吃口派而已啊 天塌下来也得吃饭不是 洛基知道希尔维说这些话 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 他赶忙追上去 和希尔维在自足餐厅谈心 希尔维分不清自己 刘维克多移民到底是对是错 万一世界因为他一时心软而毁灭 不振硬了 软弱会害死你的老话 洛基让他换个角度想 毁灭往往比创造容易 怀抱希望并非理想主义者的天真 而是他们的勇气 这段爱人对白 看似是洛基在开导希尔维 其实是洛基表明自己的最终目的 当这场危机解除 TVA彻底改革 神圣秩序稳定后 他想学征服者康一样隐于幕后 永远监视着世界的变化 防止新的野心家出现 生命应该拥有自由意志 但也需要引导 只谈破坏和自由 不谈如何重建秩序 那是不负责任 希尔维嘲笑 他把自己当成了神 洛基意味深长道 过去的洛基生而为神 玩世不恭 如今的洛基已经学会 扛起神的责任 如果是他照着洛基的预期发展 或许他真的能比康做得更好 但命运总爱开玩笑 维修部里 维克多 阿威和凯西三人合力 很快就调试好了增幅性 老莫挨了希尔维的骂后 吃火之魂稍有收敛 把派还成了热可可 维克多一听 这杯色香味俱全的上等饮品 竟然是复制机袍制出来的 顿时对自己未来发明的产品 产生了紧迫的兴趣 要去自足餐厅仔细观摩 一名探员奉命监视维克多 结果被坑死 X5知道自己没有回头陆克走了 索性当起了雷尔的忠犬 他把维克多绑到新主子面前 雷尔和时间小姐面对扎康同仇敌凯 两张臭脸一怼 直接跟维克多摊牌 交出装置乖乖当狗 否则审讯室里的内摊将 就是他的下场 维克多当骗子这么多年的保命心得 就是实施物者维俊杰 落到仇人手里千万不要硬骨头 时间小姐控制TVA系统后 很嚣张的自曝身份 没错他又来搞事了 顺着网线来揍他呀 洛基等人吓得赶紧带上增幅器 去自足餐厅找维克多 哪还见得到半个人影 洛基对局势看得很透彻 雷尔的目的是夺回TVA 应该不会抓了康就走 所以他们必须分头行动 尽快搜查出雷尔一火 时间小姐控制系统后 故意发出安全警报 提醒全体员工撤出办公楼 一时间引发了骚乱 洛基闯入走廊 看到了一个眼熟的背影 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及时感 这一幕正是他时间溜脱时 造访的那个败局未来 时间节点事件又形成了一个环 洛基就好像在金灵湖边 等爸爸出现的哈利一样 必须自己救自己了 希尔薇硬掰开电梯门的情节 也不复杂 他不过是在分头行动时 坐电梯忽然出了故障 一掰门就看见如此离谱的一幕 洛基很无语 这事情他解释起来都费劲 一旁的电话忽然响了 来电者正是阿薇 他表示只要重启系统 就能令时间小姐断线 同时安全系统也会关闭 导致审理限制器解除 两位洛基就能在TVA动用法力了 会议室里 雷尔正在听维克多上课 学习维修枢纽的办法 时间小姐忽然脸色一变 察觉到敌人的企图 在失去认知功能彻底下线前 他怀着怨毒的心情咒骂维克多 雷尔感到不安 忙派X5出去查探情况 X5很快就转了回来 把雷尔拉到一边 说有要紧试探 干掉坏女人后 系统很快恢复了正常 被希尔维金控的X5也清醒过来 洛基这时已经把维克多拉到机房 让他用面部扫描打开防爆门 原本轮到洛基舍命表演 维克多却突然要敞活 他考虑到万一理论有偏差 增幅器效果不理想 自己还可以进行调试 时间紧迫没功夫争论了 阿威让维克多穿上防时间辐射服 快进快出 速战速决 维克多之前一直说 自己和征服者看不一样 现在正是他证明自己的时候 勇士冲啊 阿威犯了个致命错误 他忘了时间辐射再不断增强 之前做的防辐射服已经不顶用了 在场所有人都懵了 他们期待着个人英雄拯救世界的戏码 结果来了一处康师傅方便面 维克多的下场正应了时间小姐的诅咒 命都没了 还统治你喵的世界 树纽崩溃 洛基再一次输给了时间 全灭结局即将达成 以上就是洛基2第四集的内容 我是云树 更多精彩 下期咱们接着讲吧 拜拜 拜拜